戒律具有防飞止恶的功能 与其说是束缚 不如说是一把保护扇 能严守戒律 持身不犯 而心也越来越细 最终达到持守心戒 心保持清净无犯 持恶无持 身心真正自在 持戒的当下 即是决心现前 身为佛弟子呢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持无戒 无戒就是不要杀到淫忘酒 这无戒 那无戒好像 听起来好像是对我们的束缚 那其实不然 那我们说 为什么 我们生命会有这么多的苦难 这个苦难来自于 我们的无知 欲望的泛滥 那无知欲望的 的泛滥呢 导致我们很多的苦难 收拾不完 因为无知欲望 造了肾口意的三叶 三叶又紧紧地束缚着我们 导致我们 常常受 受着很多的 考验跟挫折 那所以说我们学佛 就是要帮我们解决问题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那生活更好 就要从根本上去看到 那个问题 导致我们不能 不能自在 不能轻松 不能和谐 安乐的过日子的原因 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的欲望的泛滥 在我们的无知 那欲望的泛滥跟无知呢 从最基层来讲呢 最基层来讲 最基本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所谓的杀盗 淫忘酒这一些 会导致很多的 导致很多的负面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的身口意 身口意杀盗瘾 这些在世间的 伦理道德来讲 也是看成是不好的 有时候还会形成 一个法律的问题 戒律具有防飞止恶的功能 与其说是一种束缚 不如说是一把保护扇 让我们远离不良善的因 便能够保障光明的未来 而身口意三叶清静的当下 即使最大的自在与快乐 时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